这个单元要跟各位一样要介绍转换电路 然后是电阻转电压 那么这个方法是定电流法里面的负载扶接型的 那什么叫做负载扶接型的定电流法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 所谓的扶接的意思 扶接 扶接是我们的感测器 扶接的意思是它没有真正的接地 它的像这一个一端接到OP的负的输入端 一个是它的output 它没有接地 所以这个叫做扶接 这个呢 它就是扶接 然后呢 它的驱动方法呢 分别是用这个一个参考电压 V-reference 那这一个呢 就会产生一个参考电流 叫I-reference 那这两个驱动方法呢 你可以给定一个正的驱动电压 跟负的驱动电压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OP的特性是说 输入正端跟负端 它的电流几乎等于0嘛 所以呢 这一个以这个来看的话 这个I-reference呢 本身呢 就是会等于 这一个 这一个叫I-reference 就通过这个RT 这个参考电流 它流过来之后 兵分两路嘛 所以本身它会 就是I-1跟I-2 这两个相加 这两个相加 那因为这个东西 趋近于0 所以这几乎就是等于0了 所以它大概就是 接近于V-1 所以呢 这个I-reference本身啊 流过这个 这个感测器本身 它的参考电流 就是会等于 V-reference 除以R-1 那你要让 I-reference稳定的话 你本身的参考电压 V-reference 就要稳定 那么R-1呢 也不可以随着温度呢 做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R-1的温度系数 要很小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蛮稳定的一个定电流 OK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根据这个电路的话 V-T会等于 I-reference 乘以R-T 然后呢 因为这个正段是0 这个副端呢 也是0 因为这两个是徐接地 所以呢 V-T就是I-reference 乘以R-T V-T就是I-reference 乘以R-T V-T它是电阻跟温度有一个线性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R0加αT 那这样的话呢 V-T呢 本身会有一个offset 然后 它的温度系数是 α乘以I-reference再乘以T OK 所以 这个T呢 跟V之间也是线性关系 那这个I-reference呢 是由V-reference跟R1来控制 这个R1呢 可以控制I-reference 好 那各位看一下 这个呢 当T等于0的时候 根据这个公式 T等于0的时候呢 事实上V-T不会等于0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物理量的下界 它并没有办法使这个代测物理量的下界 得到这个V-T等于0的时候 它刚好是0 这事实上就是V-0等于0 0 你刚刚看到的是V-0呢 它会等于I-reference 所以这个电路呢 没有办法做到归零调节 好 那第二个呢 它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正端直接接D 那D呢 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节点 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杂讯 那么 这个假设D的电压变化 可能会这样变化的话 那因为正端跟负端是一样的 所以呢 在这一个地方呢 负这边呢 本身也会有一些杂讯在 那这样就会影响到V-T的这个一些量测道的 好 所以 这个缺点呢 有两个 一个电路没有办法做到归零调整 第二个呢 就是 它呢 地线呢 感应到的杂讯 会 会把它反映到V-T上面 那 怎么样去做一个改善呢 是用这个有源电桥 来做一个改善 那这个有源电桥是我们下个单元才会去讲的 好 OK